風地震的時候如何 嚇死 三秒 蛤 有啊 我覺得我們家真的對京都情有獨鍾 來了日本七八次 大概有五次都是來京都玩 所以這次想要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日本旅遊經驗 我們是搭6點半的BR178 因為那隻專武延價 所以超幸運我們被升級到上路 下飛機之後跟著大家走 這會是在日本遇到的第一個交通工具 通往主要航廈的接駁車 接著就會看到行李轉盤區 一出行李轉盤區 這裡是關係機場第一航廈的 Kansai Ticket Information Center 這裡可以買一些交通套票 像是關西周遊券 京都大阪觀光儀式券等等 接著就到二樓坐哈魯卡囉 上二樓之後往對面走就到車站了 這邊其實有南海電鐵跟哈魯卡 我個人是喜歡坐哈魯卡前往市區 因為不用轉車直接坐到京都站就可以了 進去 京都總是給我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這裡的人很和善 很有秩序 走在路上不會有喇叭聲 也不會有垃圾 每次來這裡真的都可以好好放鬆 這是號稱京都廚房的警示場 我每次一定都會來這邊吃美食 我超愛這一攤豆乳冰淇淋 每次只要夏天來 第一攤都吃著來消暑 再來要介紹這個超酷的軟趴趴洗臉肥皂 軟軟的搓起來很舒服 洗起來也很舒服 還可以現場試洗喔 哇接下來這炭精彩啦 我覺得這是警示場裡面最好吃的肥美大蝦子 煮完之後老闆還會再淋上檸檬汁 而且肉真的超鹹超嫩超爽口 一定要來吃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每次來都會住的飯店 東橫印 東橫印的據點散布在全日本 基本上日本各地都找得到東橫印可以住 它的價格跟一般飯店比起來蠻便宜的 而且每天都有提供免費的早餐 也可以在櫃台現場辦它的會員卡 如果有帶學生證的話 會員卡入會金只要1000日圓喔 而且會員身份入住10個Nine 就可以免費換到一個Nine喔 真的很適合常來日本玩的朋友 我們要去京都三四戶寺看繡褲花 其實出了雨勢站之後有接駁車可以搭 但那天人真的太多又很熱 所以我們就來坐計程車啦 三四戶寺就像一個大花園一樣 走走拍拍大概一個多小時就逛完了 這裡是雨之站的商店街 有一家很有名的摩擦店叫中村藤基 但其實這已經是我第二次來了 所以我後來就亂走 走到店後面的合體 結果反而發現了一片新天地 在日本的第三天早上 我們遇到了地震 我住在高樓層礦超大 直接被咬醒 雖然沒有影響到我們當天的行程 但金板交通大亂 讓我們的回程被迫改從福岡回國 空地震的時候如何 嚇死了三秒 蛤 有啊 死了 直接被嚇死了 你以為我在咬你啊 白癡 今天我們是搭公車 日本的公車都是後門上前門下 大家都還蠻守規矩 而且他們座位旁邊都可以按下車鈴 還蠻方便的 這是夏鴨神社 進度的廟其實都長了大同小異 但我們家還是喜歡觀光看各種地方 這裡是夏鴨旁邊的合合神社 據說是日本第一美麗的神 這是神社裡面賣的美人水 請喝 好喝耶 如何 什麼味道 很特別的花瓶 美人味 還有這些畫了很多女人臉孔的物拍子 好喝 接著因為金板交通大亂 我們怕回不了台灣 所以就收一收行李 準備搭國內線前往福岡啦 雖然有點掃興 但也意外的第一次搭到螺旋槳的飛機 體驗一下小飛機的感覺 最後我們回台灣還很幸運的搭到酷氣爾的班機喔 謝謝 這次的京都行雖然有地震小插曲 但整體來說還是玩的蠻開心的 每次來京都都不用排他滿的行程 來這邊看看廟吃吃小吃拉麵 又很滿足 我們家都把這裡當作放鬆的後花園 這裡有種都市跟鄉村融合的感覺 真的很推薦大家來京都走走喔 之後還會出一些關於旅遊的影片 下一部會分享我暑假去紐約玩的心得 先這樣囉 掰掰